做任何生意都按照这个思路来做 你才不会出大的差错 好 我们来讲一下企业 所有战略的顺序是什么 老板干的第一件事叫定位 什么叫定位呢 我到底要做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这个东西没人取代你 所以那一个企业的只有四家公司 第一个叫产品公司 第二个叫渠道公司 第三个叫用户公司 第四个叫流量公司 每个公司都不一样 产品公司的专注力在哪 做产品三个字叫什么话 差异话 觉得和市场上 所有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不光包装不一样 不光功能不一样 不光价格不一样 连所有的使用方法也不一样 第二个做渠道公司 所以要做渠道公司 必须要做招商 你看格力就是渠道公司 哇哈哈就是渠道公司 茅台就是渠道公司 所以你要知道 我如果做渠道公司 我的焦点就不能放在什么上 产品上 我的焦点应该放在什么上 渠道上 所以我要有完美的招商方案 我要有完美的动销方案 所以你要知道 你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这个非常重要 第三个是一家什么公司 用户公司 那用户公司主要是通过什么 就必须要设计模式 所以那焦点非常简单 那我觉得根本不是靠什么赚钱 产品赚钱 我是要把用户来进行变现 所以谁是用户公司 腾讯是用户公司 对吧 腾讯就把所有的用户在哪里变现 在微众银行 在微信支付 在别的公司 像京东美团 来把它变现掉 各位同意吧 他是不是靠他的产品赚钱了 微信是怎么费的 告诉我 免费 QQ是什么费 免费 他都赚不到钱 但是他通过免费 是不是把所有的用户 都吸引过来了 然后他把用户给变现掉 你使用微信 你就会用微信的支付吧 各位是不是 他微信支付 他是不是跟中国盈联 他有手续费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 他就不能靠什么赚钱 告诉我产品赚钱 那第四个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流量公司 要做流量公司 必须三个字 叫短视频 所以今天的快手 今天的抖音 这些都是什么公司 流量公司 所以老板在 思考定位的时候 问一下 我到底是什么公司 然后再来 把后面的东西 把它完善掉 现在老板是老到是混沌的 为什么混沌 不知道该学什么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听这个这个好 听那个那个好 有人说股权好 为什么 能让人为我所用 老板 你都占了百分之百的股权 你都干成这个鸟样 你分给你的下属 百分之十的股权 他会比你干得好吗 我问你们这句话 我是那么回事 老板 股权只有在公司值钱的时候 股权才有意义 能听的吗 在公司没有赚到钱 不值钱的时候 股权毛意义都没有 不要给高管谈这个 高管连毛都不想要你的 还跟他谈这些 他比你更现实 各位是还是不是吗 是 最近很多老板没醒过来 一天到晚 到了就做春秋大梦 所以这是第一个 你要精准的定位 很明确 我到底要做一家 什么样的公司 定位完了之后 才能做第二步 叫什么 告诉我 叫定客 什么叫定客 我决定做什么的公司 我才决定 切什么样的客户 各位同意吗 我是做老人 还是做孩子 还是做青年人 我是做老板 还是做员工 所以这就是你要定客 你的客户是谁 是男人还是女人 对吧 是年龄段在多少 你都要自己给自己的客户 做一个客户画像 你不能什么客户都要 什么客户都要 什么都是错的 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像可可可乐 都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产品 卖给每一个用户 也没有办法 让每一个用户 对他的产品满意 各位同意吗 所以很简单 你要切你的什么 告诉我客户 客户定完了 才能定模 什么叫定模 我的什么客户在哪里 我才能用什么模式来什么 告诉我 来接触到他 来举例 王老师的公司 我把他定为什么公司 我把他定为是一家流量公司 那我的客户是谁呢 是中国的企业家和老板 那我就问 中国的企业家和老板 和世界的华人老板 他们都在哪里呢 所以目前只有在抖音和什么 TikTok 那王老师定模就用什么 告诉我 把抖音和TikTok 作为我的什么 活活人 我就重金投 抖音和TikTok 在上面不断的什么 成交我们的信息流 然后再和抖音分享流量变现 各位同意吗 对 这是我大家分享 这叫定模 好了 定模完了之后 才能定品 我用什么产品 来服务我的客户 你不要一开始 就搞个产品 你前面都没有分析完 你做那个产品 有个毛用吗 你到底是做固体还是液体 是做高端还是低端 这个跟什么有关 跟客户有关吗 你的客户是农民 你他妈你非要卖LV 那你一天到晚说生意难做 那生意他妈当然难做咯 农民不要LV 农民只要什么 告诉我 蛇皮蛋 现在知道了吗 所以你的产品 为什么卖不好 这个你的定客 定完的时候 才能定品 我的品 然后立刻分出 我的引流产品是什么 我的粘性产品是什么 我的主营产品是什么 我的延伸产品是什么 各位老板同意吗 当你上面三个都没完成 横空诸事 在哪里去忽悠一个产品 听人家好 那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很多小大理 为什么很多小门链都死 你死是必然的 因为你连做老板的入门证 都没拿到 做一家企业 老板首先要分析这三个 对吧 我自己是一家什么公司 我要切哪一部分客户 我用什么方式来 跟这个客户发生关系 然后我用哪一个 产品来为它创造的价值 最后一个才能 加两个字叫定价 所以你的定价是 最后一环是按照 这个逻辑来的 所以我们定位完了之后 再定刻 定刻的才能用什么模式 模式完了之后 才能设计这个产品 然后把产品的系列 引流产品 粘性产品 主营产品 延伸产品 最后我们才给我们 所有的产品 拿一个定价 各位是孩子不是吗 你看王老师 把我前单 从书从尾的课程定价 是不是980和1980 各位是不是买 这是不是王老师 在率先 在很多地方 也开始用这个降价 来抢流量 各位同意吗 以方便客户 最快速的做决定 这是我大家分享的 整个的什么商业模型 所以你的顺序 从定位到定刻 到定模 到定品 最后再定价 形成一套真正的 企业自运营系统 各位老板同意吗